字幕君 依然欧阳靖经常活跃于社群平台 今日他更是对台南的母女车祸命案 发表了看法 在谈到这起悲剧时 他直言台湾就是行人地狱 并表示自己近日开车时 前方有行人要过马路 于是便停下来礼让 但却遭到后方车辆的疯狂按喇叭 欧阳靖谈言这种人必须得从脑部改善 认为台湾司机一旦坐上车 就会暴露自私等缺点 欧阳靖也气愤的强调 不要再将肇事者的身份扯上孕妇这一词 更不要用孕妇身份推卸责任 因为肇事者就是一个恶意驾驶员 过弯不减速 而且对方开车时也没有视线死角的问题 归于网友们别再为他开脱 一番发言以来不少人纷纷表示 欧阳靖太勇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